我们台湾大多数人也就是说 维持现状也有共识 可是维持现状的共识 我们也知道现状其实并不好 说两岸维持现状 以拖代变已经过时了 随着台海局势不断升温 学者发表台湾反战声明 喊出乌克兰和平 停止美国军事主义跟经济制裁 更说不要美中战争 台湾要自主 并且跟大国维持友好的等级关系 还说国家预算应该用在民神社服上 而不是买战争武器 美国并没有要併吞台湾 所以我们不用怕美国 美国没有要併吞台湾 可是他要牺牲台湾 那个不可怕吗 似乎不要再一天到晚 跟着美国的后面来抗中 我们跟中国跟美国 都采取一个等距离外交的一个做法 说要跟大国保持等距 这个论点不就刚好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主张不当强国的棋子 有异曲同工之妙 难道学者们也有给侯市长建议 总统候选人他们愿意认真的 而不是只是曲变政治立场的 简化的在看反战的议题的话 我们当然乐见其成 有没有可能合作 没有把话说死 只是学者们也谈到 刚前执政党对美国的态度 败思不解 我觉得看起来现在政府对于美国的要求 等于是没有 没有谁能够踩刹车 我觉得有一股力量 就是很用力的定住你的头 只准看那边 我们也看到数量更多的网络言论 其实是不打算对话 基本上就是扣帽子 泼脏水 那么抹红 被骂投降派 认知作战 学者们以笑置之 毕竟两岸关系各自论述 TVBS新闻 江明和张家宝 韦家协议三居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